现在一些父母出家或到道场做义工 于是把年幼的孩子丢给道场 和任由孩子没有人照顾 请问这样是否恰当 这个是他不要孩子了 他想把孩子舍弃了 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他要孩子 爱孩子 他就不能这样做法 中国自古以来 对于孩子的教育 看得最重 因为过去 中国过去的家是大家庭 孩子要没有教育的话 这个家会家败人亡 家破人亡 所以对于这个同盟教育是特别重视 那么现在我们的家没有了 应该是在民国二十年之后 中日战争以后的时候 中国家被打破了 再没有大家庭了 现在这个小家庭不是中国人的家 中国人的家的时候在过去 一个家族就是一个村庄 这个家族人少 也将有上百人 人定兴旺的 总有六七百人 所以他是大家族 他不是小家 所以这是社会的变先 我们都应当理解 那么我们你养的这个小小孩 你还需不需要照顾他 需要照顾他 那你就认真教导他 养不教父之过 父母的过世 你养他就要教他 他就要教父母的过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